大家好,今天谈谈一个话题,还是论文门要上纽约时报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新闻的标题,标题是这样讲的, 论文门将登上美国纽约时报,绿营这群人不忍了,文章的内容是,对于论文门事件,彭文正证实海外独派要在纽约时报买半版以上广告,把论文门菜不得人心的事全部登在纽约时报, 东华大学教授施政峰31日指出,民进党很怕台独联盟,因为台独联盟至少有100个以上的博士,而且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好,这个新闻不是很大,新闻是来自于中世新闻网,这个新闻的内容就是,在美国的一些台湾人士, 这些台湾人士呢,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再称他们什么独派同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独派同派了, 就是一些绿营的人士,或者这些绿营的人士呢,曾经他们是支持民进党的,现在越看越看不下去,越看越不能忍受, 所以就决定把蔡贾博士这个事情,他们花钱在美国刊登在纽约时报,买广告的方法给它登上去,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蔡是一个贾博士, 我相信这里边呢,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在海外的过去支持蓝营的人士, 因为现在在北美这边,不管是过去支持民进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的, 现在这个界线不像过去那么的清楚,过去好像很清楚,也就是你民进党怎么样,国民党怎么样, 现在如果来到论文门这个话题,蔡贾博士不管你是什么党的, 你是一个骗子,你是一个骗子,你是一个造假的人,你的学位,你的学历,你的文凭是假的,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这些在海外的台湾人,以及所有的华人都不认同这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就把它视为在海外的台湾人,他们已经不能再忍受蔡贾博士这么一个假的骗子, 继续的去欺骗台湾人民了,大概我能解读出来就是这么个东西, 他们在网上不管怎么去沟通也好,这个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 他们用纽约时报的这种方法呢,我想他们是想跟美国人讲,用英文, 因为纽约时报是英文的嘛,在中文媒体也就这样了, 他们是想透过在这样的一个媒体呢,让美国人知道蔡贾博士是一个假的, 我想应该主要的目的可能是在这里,但是就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呢,你认为美国政府,美国人不知道蔡英文是假博士吗? 美国在台湾可是有一个在台协会啊,这个在台协会那么多人天天的往美国来写报告, 难道他们不知道蔡英文是假博士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蔡那个博士论文根本就不存在吗? 再更说先深一步,难道他们不知道蔡这个817是骗来的吗? 我相信他们其实都知道,早就知道了,这些搞情报的人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他们不知道有彭文正这样一个节目吗? 他们不知道中天一个电视台生生的被拦腰斩断了吗? 我相信他们都知道,那都知道到今天这么长时间了, 蔡贾博士在这个位子上都呆了有N多年了,五年六年了, 他们都不说话,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不想说,他们不认为这个贾博士对他们有什么不利, 至于你是真博士还是假博士,其实与美国丝毫无关, 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诚信道德,对, 诚信道德败坏的不是美国的诚信, 蔡败坏的是台湾的诚信, 而台湾这个社会,当道德,伦理道德被败坏了, 那又怎么样呢? 不就是你们台湾人吗? 与美国有多大关系吗? 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毕竟两码事情, 而他继续的包庇, 目的是什么? 就因为以利益为优先, 而之前我说过的话题了, 不是以伦理道德为优先, 他和你打交道, 是因为你道德很高尚吗? 不是, 你道德高尚与不高尚, 与我无关, 我跟你打交道, 看你对我有没有利, 这个利呢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经济方面的, 我要钱你要给我, 另外一个, 我拉帮结派的时候, 你要站在我这一边, 目的是那样, 那边其实最终还是经济利益, 美中之间最终还是经济利益, 用意识形态来敲砖, 用意识形态来说山, 最后呢, 还是你的经济利益, 我的经济利益, 而在台湾这个情况下呢, 台湾既有经济利益, 在跟中共打的时候呢, 也有他的意识形态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至于你是真博士, 假博士, 你是小学生, 你还是一个垃圾, 你还是个臭狗屎, 你还是一泡尿, 与我无关, 你爱尿谁尿谁, 我要东西只要你给我, 你就是好样的, 你就是楷模, 所以这个蔡甲博士呢, 被定义为民主世界的楷模, 哪方面的楷模呢, 欺骗造假吗, 他们不说, 其实蔡在台湾历史上, 就是一个欺骗造假的楷模, 他这种造假的程度, 不亚于地球上最肮脏的骗子, 不亚于,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认为, 你造假就造假了, 你都败露了, 你都被人揭开了, 你就滚吧, 他不滚, 他利用他的司法, 利用他的权力, 把这帮娘娘, 台湾一帮娘娘法官, 娘娘警察, 一帮娘娘, 娘娘枪的一帮官僚们, 都听我的, 都听他的, 然后怎么样, 谁敢揭发我, 抓他, 司法判他, 通缉他, 谁敢说我, 关台, 中天给我关掉, 在大中华历史上, 干成像这么烂的, 其实也很少见了, 有人说慈禧太后, 有那么比较的, 我觉得蔡那个水平, 其实可能还没有办法, 达到慈禧那个水平, 蔡就是一个, 什么家庭出来的, 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一个下三滥的家庭, 流露出来这么一个, 有点钱, 那么一个大小姐, 涨了全了, 小人得志, 小人得志, 这个世界就遭殃了, 所以要想影响美国, 回来说, 这篇文章要想影响美国, 我认为它的力量还是有限, 因为美国人他知道, 他不会不知道, 再说远一点, 英国知不知道, 知道, 英国从上到下都知道, 假的, 为什么不帮助你去, 破掉这个气球, 不能帮, 为什么不能帮, 利益优先, 道德是次要的, 在西方国家, 我说在加拿大前不久, 这案子也是这样, 道德, 谁告你说道德优先了, 撒谎, 谁告你不能撒谎了, 只有撒谎, 政府才能给你钱, 你必须撒谎, 而且政府有官员, 帮助你撒谎, 帮助你填那个表, 而质疑说, 这个人撒谎了, 揭发这个人撒谎的人, 政府利用警察, 把他抓起来了, 把他弄到监狱里边了, 把他工作给拿掉了, 不许你工作, 把你变成刑事罪犯, 为什么你揭发这个骗子了, 这个活生生的案例, 就发生在加拿大的BC省, 人证物证, 录音录像全在, 政府就这么干, 这叫什么, 这叫道德之上吗, 不是, 你胆敢在这国家跟政府违抗, 说实话, 我们政府要骗这笔钱, 要把这笔钱给这个罪犯, 你想揭发他, 不行, 你揭发他行, 国家机器, 国家暴力就上了, 直接给你抓起来, 直接给你戴上手铐, 脚镣, 给你打入监狱, 狠狠地用国家暴力, 垂一下这个说实话的人, 这个社会呢, 加拿大的社会呢, 作为那个骗子, 得意的不得了, 而这个社会呢, 又多了一个骗子, 为什么, 这个说实话的人, 我相信永远不用再说实话了, 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就是, 逼梁为昌, 谁逼的, 你政府逼的, 你政府官员在干, 在这么干, 政府官员为什么可以这么干, 他有权力, 他们有上方保健, 他们认为我们就要这样干, 这上方保健谁给的, 上边, 不是他自己一个官员制造的, 就像曾经有一个稍微有点良知的警察, 透露了一句话, 千万不要怎么怎么样, 那样的话, 这个政策是那样的, 但是呢, 他也只能偷偷地说, 他不敢公开地说, 为什么, 他执行的就是那个政策, 只要你揭发他, 你揭发这个骗子, 他们会让这个骗子, 你来诬陷这个好人, 我们抓他, 判他, 这个就是国家机器的黑暗, 蔡英文这个事情一模一样, 蔡英文他握有权力, 你要揭发他是骗子, 我抓你, 为什么, 他有权力, 司法在他们这些骗子人的手里, 所以你要跟着他们一起撒谎, 一起骗加拿大政府的钱, 没事, 好好的, 你一揭发他, 抓起你来, 那笔钱继续骗, 一直给, 给的人都不在加拿大了, 还给呢, 天天给钱, 这个就是西方社会, 他们这种说一套做一套, 跟蔡甲博士一模一样, 说一套做一套, 说的是我们来保护你来, 我们来帮助你维持秩序, 维护治安的, 等你转头偷东西的, 就是这帮人, 这种虚伪, 这种欺骗, 这种造假, 在整个加拿大我看太多了, 我们二百多个案例, 才说了几个, 还有呢, 还没有时间再说呢, 这么多的案例, 这么多的好人, 被诬陷了, 没有一个政府机构, 跳出来管这个事情的, 无论是政府机构, 无论是司法, 没有一个人管, 为什么, 草民, 因为你是草民, 因为政策在他们手里, 因为你想说实话, 我就是不让你说, 你敢说我就灭你, 活生生的案例, 告诉我们这个结果, 那蔡贾博士这个呢, 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他造假了, 你要想揭发他, 不行, 大部分人都不敢, 彭文正老师算是比较勇敢的, 我就揭发你了, 好啊, 我用司法整你啊, 你敢踏入台湾的土地, 我抓起你来, 我通缉你, 我把你打入监狱, 一定做得到, 他一定是这么干的, 跟这个加拿大的国家没区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他这个报纸呢, 虽然这么登, 登这个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登出来, 但是新闻上是这么说了, 他们要买半版, 或者买整版, 也没有太大区别, 钱不是很多的钱, 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想看看能不能影响一下美国政府, 能不能呢, 我认为是很难, 但是这样做的意义还是存在的, 至少告诉蔡贾博士, 有很多人都知道你是贾博士, 你早晚有一天, 你会受到制裁的, 你不可能永远蹲在那个总统的位置上, 下一步我们就看看他是不是要永远蹲在那位置上, 这种可能性从不存在呢, 我认为是存在的, 因为有很多迹象, 蔡贾博士都在为他永远蹲在那位置上在做准备呢, 这些迹象很明显, 我们慢慢看吧, 看看今年他还有时间, 其实他还有两年呢, 他来得及, 把他作为终身的皇帝, 他来得及, 他是有时间的, 看看台湾人民自己, 怎么能够把这个骗子给绳之以法, 台湾人民做不到, 那其他人就更做不到了, 但是呢, 骗子他永远是骗子, 记住, 我一直认同了, 这个人是撒谎, 终身撒谎, 这种恶习是改不过来的, 撒谎的人,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他们不认为他们做得很缺德, 他们很得意的认为, 他们很成功, 这就是他们的肮脏之处, 他们确实成功, 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 他们靠骗的手段, 掌握了权力, 而他们也知道怎么用这个权力, 打掉那些说实话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美国, 加拿大, 台湾, 我们都看到了N多的, 讲实话, 说真话, 揭露一个真相, 给你干掉, 你美好下场, 而骗, 只要骗, 特别得意, 这些人骗真功以后特别得意, 他们还会继续再骗, 而这个社会呢, 诚实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骗子就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上两不正下两位, 既然这样, 说实话, 没好下场, 行啊, 大家就不用说实话了吗?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一个社会, 政府, 上层人物, 是能够决定一个社会风气的, 而现在社会风气败坏, 责任就是上本, 不是百姓, 我相信每一个百姓, 他们都不想说谎, 但是为什么他最后一定要说谎呢? 社会现实摆在这儿呢? 你不说谎, 你说实话, 查你水表抓你, 你只要说谎, 假装没看见, 假装吹捧的一下, 你当官, 你当立委, 你有钱, 人们是很现实的, 人是很现实的, 没有理想的人都是现实的, 有理想的人, 他不会为这个钱, 不会为这个官位所打动, 不会屈服于金钱的腐蚀, 以及官位的引诱, 他有理想, 这样的人, 在这个地球上, 少而又少, 非常之少, 无论在东方西方, 少, 骗子, 满街都是, 我们就看吧, 继续看吧, 看看登出来之后, 能有什么效果, 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下, 应该登, 应该登更多的报纸, 不光纽约时报, 更多的, 如果有资金的话, 可以这么做, 我表示认同,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